我们这记者回到了这个小男童所起食的素食店里面 那么投诉者说在这里他看到这名小男童起食不只是第一次了 有另外一种可能当然是这个素食店里面呢 在夏天还有免费冷气 有食物还有游戏间 有可能是爸妈便移行事 把这里当成了免费的安亲班 而社会局则表示会再追查这名男孩的身份 如果家长的确是有照顾上的疏失的话 将会依法处置 实际来到这一家素食店 店家坦诚影片中的小男童背景的确是这间店 二楼用餐区同样是一整排桌椅 还有矮墙阻隔 室内又有冷气又有游戏室 难道男童的家长就把这当成免费安亲班 放心让男童在这里待着 小孩子在素食店失控吵闹不是头一遭 像这位小弟趴在地上哭哭闹闹 爬过来滚过去 或是像这边三个小孩子拉拉扯扯打起来 全都发生在素食店的游戏室里 但都没像这个伸手牌小弟 开口就是要吃的当众乞讨 记者拿着照片询问往来的客人和店家 没有人对这小男童有印象 拍下影片的民众强调自己看过小男童 讨时不止一次 经过观察小男童旁边没有家人出现 社会局赶紧出面回应 父母亲如果有咫尸的行为 或者是小孩子没有受到 这个适当的一个照顾 经过了解如果说确实违法 那会依照法令来接下来处罚 素食店里又有冷气又有食物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来这里 坐个一下午 但病计是公共场所 小朋友的安全 这不怕也有个闪失 社会局强调一定会进一步追查 小男童的身份 看看需不需要帮助 最终黄主角简直锋 寒知心如玲 桃云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